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沉重 有那么一点点的严肃 因为呢,就是我最近的话 是在跟我沈阳的一个闺蜜,我的好朋友 那我们再聊这个关于两岸教育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差异的问题吧 因为我的朋友的话呢 最近他就是在跟我 我们在联络啊,他就是在说 他压力很大,然后他也觉得很失败 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女儿能够培养的更好 他觉得那种无力感 然后呢,这件事情从何而谈呢 就是说他之前的话呢 从他们女儿降生开始 因为我的朋友这个家庭的话是这样的 他呢,是 他跟他先生的话都是两个人在工作 然后呢,他们家的话双方有父母 等于说是六个人在养一个小孩 就是我们大陆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六个人养一个小孩,一个家庭这样 那我这个朋友的话呢,他就是说 他在不停的上班的过程当中 他不敢说他要去这个什么离职 说回来照顾家庭,照顾小孩 他不敢 因为他要用这份收入来支撑他小孩的 全部的这样的就是什么开支 因为他的收入的话 一个人的收入都不够他小孩各种的培养的费用 就是这个什么补习的费用 因为他从小的话,他们家这个小朋友 大概出生没有几天 套着博圈开始去游泳 然后呢就是两岁的时候开始上扫教课 上了幼稚园之后的话 据我所知的就是有什么非洲鼓 拉拉队 朱蒜 然后什么美术啊 什么书法呀 机器人 什么还有什么 乐高等等一系列的课程 总而言之我记得他们家小朋友的话 只有星期日那一天 是有在休息的 其他的时候的话 奔波于各种补习班之间 那当然费用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上了学之后的话 哦对,他们家还有跳街舞 因为我19年我回去沈阳的时候的话呢 有去他跳街舞的那个地方找他 那我坐电梯的时候呢 就路过了一个教室 看到里面是有老师有学生 后面家长拿着笔记本不停的在记 然后呢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什么 在忙什么这边 然后我朋友就说了一句说 明年我就来这里了 我说为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说那是一个补习班 后面做的家长的话呢 是在努力的在学习 重新学一遍 为了要回家给孩子做一个更好的巩固 所以说他说他不止说在金钱上 然后呢奔波于这个上班之间的话 他最主要是他还要这个负责 他也要去学习 那对于我们你说一个40来岁以上的一个人来说的话 重新要再去学习 然后再要负责教好这样一个小孩 除了这个经历之外的话 就是还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因为他们家住的这个社区啊 划分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点小学 他说他的压力还来自于他周边的家长 他说一放学都是豪车在接孩子 然后呢老师的话也会在这个微信群里面的话呢 就是留功课 什么今天什么要备一首唐诗 然后呢每个人上传小视频到这个群里面 老师在这边检查功课 然后呢就是发现说 哎呦每个人的家庭的话真的是 就是就那种花了钱来读这个重点小学的人的话 哦家里面都很豪华 他说他的话就觉得说压力有点大 就是为什么我只能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提供给我女儿 他说他觉得心里很不甘 就种种这样的交杂在 这些情绪交杂在一起 然后他昨天的话呢也是跟我讲说 哎呀现在又给他女儿报了一个奥数班 我说奥数小学生要学奥数吗 他说要 因为他们最后那个卷子的最后一道题大题考试的话 基本上属于奥数的范围 他说如果说这个奥数没有学的话 就算你前面得了很高的分的话 你这个最后一道题的分也得不到 就落差很大了 那么就他这些压力夹杂在一起 他昨天说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我很羡慕你 我说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因为他常看我的话 就是带着小孩的话去露营啊 去旅行啊 他说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 他说他都没有这个时间 他也没有这个精力 也没有办法顶着这个压力 带小朋友出去玩 他们的整天的时间的话 除了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之外的话 就是学习 小孩子也很痛苦 就这样讲 然后我是想说 在我的这个观念当中 说实话就在我的观念当中 我只代表我自己家庭 就是我代表我自己家庭来说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这个 我女儿的学校 我看到的氛围是 并没有家长去比较这些 也没有说什么 在群里面传作业 然后让我们看到 各个家庭的一个状况 没有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并没有说一个外界的大环境影响 逼着我去给我女儿 学不停的东西 我弟弟说呢 就是我表弟说哈 现在是一个拼证的年代 已经不单单纯 是一个拼爹的年代了 是一个拼证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各种有 各种他们上的一些培训班的话 都有等级证 像我只知道说什么 像钢琴拉 什么什么小提琴 可能这一类的会有这个什么 证 几级几级这样 他说不是 就连他练的非洲鼓都有证 不是 沈阳还蛮流行非洲鼓的 就说非洲鼓的话 都有等级证 他们就希望说 把这些证权放在身上 然后呢 可以给自己一个加持 然后呢 说实话 对于我来讲 如果说你问我两边的这种教育方式 我更喜欢哪一边的话 说实话 我很庆幸 我现在是带着我女儿在这边上学 也许有的人就会说 说了一些不好的言论 我也看到我什么 在那边上学的话 你学完之后 就是天然的什么什么什么 说那些不好听的话 但是 就于这个沈阳 现在这个大环境来看的话 我宁可在这边 小朋友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们家长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们的父母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用牵扯到一家六口人 都要围着这一个小朋友在转 我跟我 我的女儿的话 是我跟我先生一手带大的 我的沈阳的爸妈的话 帮我 就是在他这个幼儿时期的话 带过一段时间 后来全部都是我们 我们也并没有在金钱上 需要双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养 自己教 那我觉得的话 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让我们的父母的话 可以享受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 不必要为我们操心过多 然后就是奔波 还奔波于说要接小孩 要帮忙啊什么的 没有 我们都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那也许有人会又说了 这样的话 你们的小孩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完全落后了 没有竞争力 竞争力的话 在我眼里 确实现在的 就是压力大 各种竞争都有 但如果说我们只把眼光 就放在这个竞争上的话 就要从这个小朋友刚开始出生 就是一个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会不会太辛苦了 而且在我的眼里的话 说实话 我的观念就是 我要把我的小朋友 这棵树苗先种好 把这棵树 我希望它能够长直 那在我的眼里的话 我希望我的小朋友 是一个正直的 善良的 一个有温度的人 这是我觉得最基本的 把这个小朋友的根基打好 那我也希望我女儿的话 身心灵是健康的 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灵吧 那其他的竞争 你从何而谈呢 对不对 那你走到社会上以后的话 你有各种的证件 你有一个很好的学历 可是你的人品不好 你跟我讲说 你要跟谁竞争呢 你怎么竞争呢 那小孩子是不是会受挫更大 我有这么多的证件 我有这么好的学历 为什么我现在这样 是不是 所以说这在我的眼里的话 学习不一定是书本上的 我希望我女儿能通过在社会上面 能够在生活当中 能够在户外 能够在田间 能够在森林里面甚至是 学到更多书本上没有的一些知识 包括做人 包括生存 等等一系列的 我并不局限于说 我只希望他能够在书本上得到知识 所以说这就是我家的一个 出浅的一个理念吧 那就是我视频前面的朋友 因为我知道我视频 不管我放在哪边的话 都是有我们大陆的朋友 也有台湾的朋友 你对这个教育方面的话 你是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的话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聊一下 然后这个话说到这儿呢 阿丹也是有一颗好奇的心 所以说我上次在这个 某宝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买了两个练习册 一个是数学的 四年级上册 然后呢 一个是英语的 同样都是四年级上册 现在我女儿不就是四年级吗 这不是暑假刚放完 然后呢 我就特别好奇 想知道说 这个 我女儿这个 现在台湾这个 学习的内容的话 跟咱们大陆的 学习内容的话 具体的差别 会有多大的落差 因为确实我也知道说 台湾的学的这个东西 学的比较浅 没有那么深 但是呢 我就挺好奇的 想知道这件事 所以说我就买了这两本 想说让我女儿 做一下 体验一下 小朋友 我是中朋友 你是中朋友 你玩啥呢 你作业写完了吗 没有 没写完你就玩 你这样呗 妈妈上次买的练习册 你要不要帮我体验看看 妈妈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体验的活动 不代表说 你不会做怎么怎么样 没有哈 做点试试看看好不好 这也是妈妈好奇 你好奇吗 好奇我们大陆的小朋友 就妈妈的这个什么 像那个谁 小叶子他们呢 还有这个什么 甜甜他们呢 都学的什么样内容 你好奇吗 对咱们看一下 好不好 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你会与不会的话 也不代表什么 妈妈不会说 你不会责怪你好吗 好体验看看 你在评这个玛利欧 先收起来收起来 一会再玩 你快评好了 这个的话是一个期末测试 好不好 咱们做这个期末测试 就比较全面一点 然后听力的部分就跳过吧 你直接从这个笔试的部分开始 好吗 这个后面 然后加上 加上这后面应该有 这后面这一页好吗 然后这后面有答案 我相信你不会去看 对不对 对好吧 好写吧 好写完了 好写完了 你这么快 你不要检查一下吗 这样错了呢 嗯 我教你这样 如果说你看不懂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看这后面 这些你看得懂吗 这些你看得懂吗 那你就是看得懂 然后你跟着先连其他的 这几个你看懂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剩下这个的话 你再来用这个词来对手 哦 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吗 如果说这最后 你剩下一个词 写的是游泳 那很明显他不是 那就是说前面的也有错误 对不对 嗯 说实话 我女儿的这个英语的话 其实我是不太担心的 因为她们学校的话 是双语小学 然后再加上我女儿 从一年级的话 有每周两次的去这个 学这个校外的英语 她们的英语的话 方式也属于是这种 快乐教学的方式 但是呢 也是有学一些内容 觉得差距比较大的 会是这个数学的部分 我觉得数学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会有一些差距 那这个看能得多少分 来给妈妈 然后你换数学好吗 数学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能会遇到 有一些难度 好 这个不会的话就空着 不许看答案 好吗 可以哈 然后的话 这是期末考试 好吗 试试看 嗯 然后这 这应该从第一题就开始 因为第一题就是填空题 嗯 然后我看看后面 喜欢阿丹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阿丹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哦对 对哈 就这样 好吗 宝贝 嗯 加油吧 中朋友 好 这就是我女儿答题的部分 怪不得写那么快 都是选择题 我一看答案 答案的话是在 对 就这里 第四大题 第四大题开始 CBBBC 好 王老师上线了 CB 嗯 B C 好 错了两题 宝贝 出师不利啊 啊 别紧张哈 啊 我是A B A C B A B 妈妈给你打个分啊 宝贝 它这个比试部分的话 写的是70分啊 满分 然后的话 这个是10分 这一道大题 那么五道题的话 就是每题各两小分 所以说你这个减2 嗯 然后这个减2 你这个一共得了60 66分 我刚才听到我女儿叫苦连连呢 不会啊 不会啊 是吗 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首先来说很多词 就是用法 说法是不一样的 很多词哈 然后再有一些东西的知识点的话 是他们没有涉及到的 是吧宝贝 不怪你 妈妈不说你啊 你就尽量做好吗 像这种的话 你都都是那什么教过的呀 就尽量写好吗 可是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 升哥下班了 我女儿马上跟他讲 是上的那个啊 大陆的那个什么考题 考卷啊 数学的 宝贝难不难告诉爸爸 超难的 超难的 哈哈 是哦 四年级的 四年级的 你看很难哦 这大陆的考题啊 那呀 很难吧 大陆的四年级学的还蛮多 蛮广的呢 哦 学很深 我们 这个就是让我女儿叫苦连天 这样的一个数学题哈 这边的话我都给他判了 你看每一个我都给他扣了哈 这个 这个完全不会 因为他们没有在讲这样的题 就是去操作什么的哈 然后 然后算式的方法 我发现他们会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答案是对的哈 然后这样 哦 这分数 这边的话 这些这些题答的还都不错 哦 这都不错 但是呢 这边的话是有一道题 他这边他没注意到 哦 算错了 这属于马虎 对不对 嗯 对 这是逼疯了 我知道你后来是疯了 因为很多题都不会 像前面的话有一些这样的题的话 可能是因为说的会比较绕啊 什么的 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就什么 譬如说 你们有讲四手五入吗 没有 四手五入就是单纯一个词语 他们没有说在数学里面 讲到四手五入的问题 所以说好多题他们都不会 所以这道题 我女儿呢 时间没有用到60分钟 大概写了半小时 然后呢 是得了65分 嘿嘿嘿 然后这个小小这个实验性质 这样的一个测试吧 我们就算做完了 那数学上面的部分的话 肯定是跟他们交东西出入 是有一些出入的 像四手五入这个词 在我女儿的就是 这个认知里面的话 它就是一个成语 它们没有涉及到 在数学上面的四手五入 所以关于这部分的题的话呢 它是没有答出来的 但是呢 我刚才已经告 就交了一下哈 然后呢 有一些说的比较绕的题 他们也没有说的这么复杂 那总而言之 给我的感觉就是 呃 我们我们大多小朋友吧 因为这个 这套卷子的话 我也不知道它是哪里的题哈 就是什么 你是人教版的 这要版什么版的哈 我也不知道它是哪里的题 我就大概统 统一来说 它是大陆的部分哈 那 学的东西的话呢 会比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学的 哎呀 也别说台湾哈 因为其他地方 我也不知道 只能说我女儿 这个桃园这样吧哈 就是 嗯 我女儿这个学校好了 学的要 深度要深一些 就是补充一下 就是我女儿的话呢 在班级里的学习成绩的话呢 是他们班的前四名 反正就是 因为他们前四名有奖状 我女儿每学期的奖状是不辣的哈 所以说 就是这个 这个成绩的话呢 应该能代表 大部分学生 啊 就是 我 从我女儿班来看吧 能代表他们班 大部分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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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